还在等吗 风卷飞沙 繁华落下 雨的天涯 你的温光 黑暗中淹没 回忆住了扎作 握不住你的手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害怕的是我都怀疑我 难道铭心刻骨的感受 不是这么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要更愿意的更多 要怎么做 再怎么做 始终我全都没离开过 有你的是我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没忘的是为你的执着 所有铭心刻骨的感受 都是真的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多想揭开爱你的莫莫 要怎么挣扎 要怎么勇敢冲作 天哪是我 你来干嘛呀 莫不是凶手在这儿 你那天不是已经抓住凶手了吗 还没机会告诉你 那天我们抓到的 只是调戏妇女的山贼 抓到她以后又有女子于害 我已发布公告 告解家中有女眷的 不要在夜晚单独出行 所以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万不可掉以轻心 那也得她赶来不是 她要是来了 我让她有去无回 又说傻话 莫勒呢 怎么没见她跟着你 她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家家奴了 她与南井王府的水月小姐 已护许终身了 水月小姐为了她 还特意向我开口了呢 所以我就成全她们了 可惜了 像她这样忠心耿耿 又肯舍命相救的家奴 如今真的已经不多见了 上次见面 我就发现你有些不同啊 哪 哪不同了 举手投诉之间 已有些大家闺秀的模样 不像从前那般 走下个莽撞的小子 那你觉得哪个更好 自然是现在的你 之前的你 总让人很担心 哎呀 这修演来了 各位都是洛阳城 鼠楼上的名门闺秀 琴棋书画早已不在画下了 今天我们玩一个新的游戏 今天我们玩一个新的游戏 我央人背下了一些花草藤螺 请各位小姐 发挥自己的想象 插一些花 谁能搭配出顶级的花艺 所以我便将这一出极品的兰花 赠予她 叶大小姐 听闻你最近 正在铃铛花房勤学花艺 想必已经小有所成了 不妨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睛 这就不必了吧 林阵的退缩 可不是你往日的作风 你那人送我的插花很美 去吧 上去同他们比试一番 我可不想找人妒忌 来吧 远安 莫要扫兴 谁不知叶大小姐 最擅长的就是舞蹈弄枪 像花艺 这种女孩子家摆弄的玩意儿 我看还是不要为难她了 你见过吗 凭什么说我不想 比赛开始 怎么样 需要帮忙吗 管好你自己再说 比赛结束 明慧郡主的花叉得真漂亮啊 果然贵致兰兮 明慧郡主的花叉得真漂亮啊 果然贵致兰兮 这种卵致兰兮 越干 чис了 因为我雇月也癫了 须主 İng 你才像炸毛公鸡呢 我这 我这叫孔雀开瓶 大家说 我这盆兰花 应该送给哪家小姐 那居然是名贵之子啊 对啊 对啊 是 是 本次游戏夺魁者 明慧郡主 好 府上准备了各式的点心 稍后奉上 请各位品尝 谢 卢夫人 怎么不弄你上次送我那种 一定可以赢他们 我这明明是孔雀开瓶 他们非要说是炸毛鸡 一点品味都没有 稍等平靠 去去救火 你去哪儿 我陪你 我自己去 赵大人 来问赵大人可有雅兴 与我们小卓一杯啊 不就仗着和天后 有几分交情吗 还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了 也不怕让别人看了笑话 就是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品位 这说好的花艺比赛 到她那儿 生生变成了炸毛的公鸡 真是笑死人了 我要是赵大人 就连靠近他 都会觉得丢人呢 咱们现在也挺近的 丢人吗 丢人吗 聊聊呗 救命 救 救命啊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以为换了套装束 就脱胎换骨了吗 郡主 去把赵大人给我叫过来 就说 赵大人 那就改日吧 赵大人 叶府小姐托我向您传话 说有钥匙找您 让您务必立即前往 咱们就干嘛 咱们就干嘛 我们看着 真是忙啊 我的确没你们几个会穿衣服 也不懂得如何去谄媚献计 可我这人也从没想过 要仰仗着天后去欺压谁 我这人就是井水不放河水 可你们仨今儿 今儿话有点多了吧 我们知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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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蜘蛛最善战争 就是在你们这种话多的人嘴上 织上网 疯众 疯众 我 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叶远安 赵大人 你可算来了 要不然我们就要被他弄死了 我走 快走 兰芝 你打算干什么呀 刚才他们几个说话说得太过分了 你不用解释 我刚刚都看到了 我原来只是觉得你行事莽撞 心里总是善良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是 我就是如此心狠手辣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替他们做主把我收奸啊 你明知道我会 你也可以会啊 叶远安 远安 就是孔雀 大人 时间到了 还要去城中别处巡查 走 是 一娘 您就别送了 路上小心点啊 去 送明慧郡主上车 是 是 公送郡主 明慧郡主 最近不太便 万事小心为妙 知道了 多谢大人 驾 驾 驾 大人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没什么 先许是我多疑了 先许是我多疑了 这幅画原本就属于天后 我一定要将它物归原主 什么味道 怪怪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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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 给郡主请安 方才看到郡主的马车 晃动剧烈 唯恐郡主发生意外 所以特来查看 赵大人费心了 兴许是我晚上多喝了几杯 睡着翻了身 带着车子晃动 让赵大人见笑了 郡主平安便好 走吧 多年未见 明慧郡主 依旧如往日一般聪慧啊 刚刚为何没向那人告发我 难道 你不怕死吗 自然怕 只是好奇更多一些 好奇什么 你的眼睛 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是吗 那你说说看 我像谁啊 不 不是笑 你就是水月小姐 你果然聪明 没错 我就是水月 不过可惜 别人不会像你这般聪慧 但是也难怪 除了这双眼睛 谁又会把我和水月小姐 联系在一块呢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对 如果你是水月小姐 那在南井王府的那一人 又是谁 一样才能帮你 那有点 别人 真着想 你不敢管她 我都不肯定 不肯定 你不肯定 他此人 别人唯定 我肯定 你属于自己的命 爸 在最后 为自己化一次妆 让他记得 我最美的样子 也算是量了 我的一桩心事 这 多好的皮啊 可惜没了那丹药 即便我把这皮 化得再美 我也再也穿不上了 谁 你到底是谁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小可 和你一同被关在 奴隶旁里的小可呀 小可 火热得脱脱 你真的是小可 是 刚见到你的时候 你只会说火热得脱脱 没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但你却一直在说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注意到你了 死没死 火热得脱脱 哪里有钱啊 去看 火热得脱脱 你没事吧 他在念叨什么呀 火热得脱脱 什么意思呀 醒了 弄什么呢 看到了吗 谁在闹他 跟他一个瞎掌 今天都没法吃 走 别怕 我是来帮你的 别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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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吗还救他呀 就是因为他惹食 害得我们大家伙没饭吃 你还救他 那就是 你甘心让奴才当畜生 但他不是 我就是要救他 我这还有个窝头 也给他吃 给你吃 我叫小可 你叫什么 你刚才说 说什么火热的拖拖 那我就叫你拖拖吧 拖拖 吃下这个窝头 活下去 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逃跑 听懂了吗 来 我这个奴隶 精壮的身体 力气比牛大 吃的 兔兔 还想盗走吗 还想逃吗 我把你把锁打给你 咱们不当奴隶 一起逃 行 来 把他给我带出来 出来 出了 出了 来 跑了 快给我抓住他 下来 快点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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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跑 哥哥 不要管我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跑 快跑 你给我跑一个试试 我宰了这丫头 跑 跑啊 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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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他们俩 给我过来 快到医院去 快 等一下 请问小姐有何亏干啊 这个小姑娘我买了 给 你不想当奴隶 好 你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带你的 像对待亲妹你一样 丫头 你可因祸得福了 走吧 拖拖 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你记得吗 我说的这些你都记得吗 记得 我都记得 小可 我答应过你 我会回去找你的 虽然你现在已经改名叫穆勒 但是在我的心中 你永远都是我的托托 没人比我更清楚 你压根不会甘心做任何人驱使的家奴 所以 我才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从业府带走 好 我不是家奴 我是因为我 算了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小可 你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就因为 我受够了当奴才 我受够了当奴才 小姐啊 您不是买我回来当丫鬟的吗 我很好养的 我不缺丫鬟 但是 我缺一个妹妹 一个 个子和我差不多高 胖瘦 也差不多的可爱妹妹 我可以跟她说话 照顾她 装扮她 可惜啊 你还是瘦了一些 最近 我要把你喂得再胖一点 肤色更好一点 这样 我们就可以玩一个有趣的游戏了 小姐 什么游戏啊 你扮成我 我扮成你 你说 这个游戏有没有趣啊 我都听您的 哇 小姐啊 哦不 姐姐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 来 把这杯花茶喝了 小姐啊 姐姐啊 你去哪儿了 我的头皮好痒啊 你这孩子 我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再摆弄这些乱七八糟的邪门艺术 你就是不听 你告诉我 这些是什么东西 都是什么 我让你再摆弄这些 让你再摆弄 你这傻孩子还不过去求求你叔父 让他消消气 我 夫人 我 什么 你竟然管我叫夫人 你真是死活入魔了 看我怎么教训你 老爷 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别生这么大的气 消消气 那 那 叔父 我再也不敢了 求您再原谅我一次 水月啊 你说说 你都保证多少次了 你从来都不知道悔改 你这样做 让我怎么对得起你的祖父 和你死去的爹娘呢 叔父 求您原谅我最后一次吧 你不用说了 我和你沈娘已经决定了 把你嫁出去 这对我们来说 或许都是最好的结果 太好了 居然把我叔叔婶婶都给骗过了 我成功了 小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如此厉害的妆容 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化妆术哪能做得到天衣无缝 我呀 是把我们的皮给换了 换皮 小姐 你是在跟我说笑吗 人的皮 怎么可能随便换啊 这具体的方法 我不可能告诉你 怎么样 这个游戏好玩吗 好玩 真好玩 可是 真的不会被人发现 真的能做到毫无破绽吗 这毕竟不是自己的皮 时间一久 难免会在融合上出现问题 届时 轻则皮肤苍白无血色 重则 重则如何 重则五官一味 如同妖物 太恐怖了 那可怎么办啊 别担心 有这个 有铃铛花房配置的这个药丸 便可以万无一失 现在 你才是小姐 那人犯的怎么说来着 说我因祸得福 她哪里知道 我是刚出狼窝 又入虎口 那水月小姐 天生一副蛇蝎心肠 加上中年研究邪术 早就走火入魔 甚至早就计划好 要害死将她远嫁的叔父和沈娘 至于我 就是她为自己找好的替身 但是 你并没有让她得逞 她对我不认 休怪我对她不义 我假装听从她的命令 和南锦王世子夫妇 一起上了送嫁的船 谁曾想 上船不久便着了火 幸好我早有方北 再幸免于那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 快来呀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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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父 沈娘 请你们别怪我 谁让你们从小 还不让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谁让你们不肯像祖父一样 就做个躺在床上的老糊涂 走吧 带着那个假的水月子 你们走了 我就快点 自在你 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快来人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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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儿 你 你应该跟他们死在船上 那不是吃了你的意 我才不要呢 救命啊 要ить 你 救命啊 快 快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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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让你变成我呢 我终究把屁毁掉 喂 当时 我一定是疯了才会那么做 没错 我毁掉了自己的皮囊 的确让我当成了南景王府的水月小姐 但是 我又得到了沈王 天知道我有多后悔 我不能哭 因为眼泪是咸的 一流到皮肉上 就像生生地往伤口上撒盐 虽然换上他的皮囊 但我只要一日不服用丹药 不为自己细细上妆 便很有可能露出马脚 你瞧 如今我已经得到报应了 那洛阳城 那些被娶了皮的姑娘 是不是你做的 一副皮囊尚且把我弄得身心俱疲 你觉得我还有多余的心力 再去抢别人的皮囊吗 不过 我知道凶手是谁 你是说 真正的水月 没错 是他 他还没有死 他曾经回来找过我 你是谁 拿走了我的皮囊 霸占了我的身份 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是你 你没死 对 是我 我 我把我的皮给了你 你呢 你却把我身上你自己的皮给烧掉了 你好狠的心哪 狠心的人是你 若不是你害我在心 我怎么会被逼到 把自己的皮亲手烧掉 把我的皮还给我 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把这张皮也毁掉 这样 你永远别想变回你自己了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信 当初若不是你 我恐怕 早就死在人贩子那儿了 我相信你心地是善良的 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你告诉我 我做什么能够帮助你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你说吧 我怎么做 帮我到灵丹花坊 偷一种秘制的药丸 偷一种秘制的药丸 你想找个替身 结果反被别人抢了身份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你杀了那么多姑娘 却仍旧找不到一副合适的皮囊 真是悲哀 是 我是要你帮忙 不是让你来取笑我 你就不怕我像杀了他们一样杀了你 就凭你 你别忘了 从小到大你样样不如我 想让我帮忙 我没这个心 也没这个闲工夫 你要威胁我 我最不吃的就是这一套 你到底想怎样 我看你这曲皮换囊之术如此蹊跷稀狠 想必一定知道有个东西在哪儿 是什么 一枚天珠 你为何一定要得到那枚天珠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拿到你的身份和皮囊 我拿到天珠 我们各取所需互利互惠 这样生意才能进行得下去 不是呢 好 我答应你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合作关系 那我便拿出些诚意来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替身房间找到的 对你很有用吧 有 当然有 这是活血固本 使皮肤和血肉连接相通的良药 没了它 这层皮就不能巩固 那它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这个药 应该着急了 在哪儿可以弄到这个药 灵当花坊 灵当花坊 叶大小姐 听闻你最近正在灵当花坊齐学花艺 想必已经小有所成了吧 不妨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前 真是天赐良机 我们可以这样的 你确定能行吗 她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们先来个守株待兔 然后再来个瓮中桌边 好 那就这么办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我就那么不堪吗 远安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老师 我真该听您的话 不应该用您插的花去骗人 不然也不至于去闹笑话了 远安你记住 这世界上美好之事千千万 并非只有花艺一种 是弄花草 本就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何苦为了学而学 让自己不愉快呢 老师您说得对 人生在世 开心最重要吗 这花草本就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就算强求也没有什么结果的 所以我决定不学了 但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谢谢您 原安你太客气了 祝您有好的前程 那 老师您赶紧歇歇吧 来人 大人 今晚和往常一样 我忙完了府里的事 就准备睡下 可谁曾想刚刚睡下 就听小姐喊了一声 快来人哪 我还以为禁贼了呢 结果跑过去一看 地上有一滩血 大人 我家小姐会不会真出事了 大人 这房间里边除了一出血迹之外 也并无什么异样 而且也找不到铃铛的尸体 我想 这次案子应该跟以往不太一样 老人家 是否检查过房间里少了什么东西 我们清查过了 除了小姐收药丸的瓶子 其他东西没丢什么 药丸 哎呀 实不相瞒 就是朝廷管制的药丸 我家小姐的太爷爷 原是太宗时 御花园的一名寻成的花家 但却很爱研制花草入药 研制出了 由助颜美容功效的药丸 可是后来 一一得宠的后妃服用过量 蹊跷流血而死 太宗皇帝浓言大诺 就将他逐出宫门 后来仙人在临死前发现 那药丸有融合血肉的功效 便留下遗言 后世子孙 不到万不得已 不得再拿出这药丸 真有什么神奇的药丸 是的 原来我也以为只是传说 可是前几年我亲眼看见 小姐用她炼制的药丸 救下了一个被鳄犬咬伤的女孩 那女孩本被鳄犬咬得血肉模糊 可是服药之后 就奇迹般的恢复如初了 水月小姐 可以用膳了 好的 照你这么说 卢总你家小姐的人 一定知道这个药丸的功效 如此看来 你家小姐应该还活着 太好了太好了 大人 我家小姐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她从小就心善 没有任何的仇家 大人 你一定要救她 老小求你了 老伯请起 老伯放心 我一定皆我所得 今夜是否有陌生人出入 除了平常常来的几个学生 别的生人没见过 大人 上半夜 我好像看见叶大小姐 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发愣 你是说叶允安 对对对 就是她 她曾经跟我们小姐 学过几次插话课 大人 刚刚在后院发现这个 这前几起案子里面 现场也都能看见乌鸦的羽毛 大人 您说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 现在看来还不能确定 是不是同一人所为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是找到领导老师 是 不得了 因为她不得了 我不得了 我会不得了 像是说叶允安 这一条件子 也会有点 你是不是有点 什么 好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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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